好 我们接下来玩一下原版的南非 这个是粉丝定制的视频 他的要求很简单啊 就让我们走这个黑线 然后成立这个津巴布韦帝国 我看了一下原版的黑线 也就是点到最下面这个 我们人民的国王 然后决议里面有一个这个 再造津巴布韦帝国 这个要求也很简单 只要我们在独立的情况下 额外再控制五个地区就可以了 这五个地区 这个地图上面也显示出来 大概就这么大 也就是我们要和这个英国 还有葡萄牙稍微打一下就行了 关于这个南非 如果不用什么特殊技巧的话 我们可能一辈子就困在这了 因为他这个产能 我感觉是什么都造不出来啊 没有这个海军船 我们是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总不能开局 就把这个英国给灭了吧 所以说这局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 就仅仅是完成这个再造津巴布韦帝国啊 关于这个什么登陆英国什么的 我们就不想了 因为我不可能凭空掏出一支舰队来 就算我们早占这个葡萄牙 我也不可能上来就直接去登陆这个葡萄牙领土啊 这个太远了 我们也没有这个船只 所以说这局就没什么思路了 我们直接憋点七步二炮就完事了 如果后面工厂多也可以再加一个金盾 国色方面的话 早点变黑晚点变黑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早点变黑了也不可能早占 关于这个左边的这个国色更是离谱啊 我们花70天时间给自己加3%工厂产出啊 然后又花70天时间给自己减3%的消费品 反正这个蠢鱼的设计师是从来不玩自己的游戏的 所以他以前设计的怎么样 他是不会改的 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啊 可能就是他不想免费的改 要改是得花钱的啊 得再出一个新的DLC不然怎么赚钱呢 总的来说这些早期DLC的国策基本上都是屁用没有啊 我们点的就是纯属浪费时间有的时间不如存点政治点 但是这个国家也没有啥可以用政治点的地方 所以这个政治点存了也没有用 关于右边的工业国策更是逆天啊 花70天给我们启用一个设计商 然后再花70天给我们来一张这个工业加速卡 再花70天给我们加一基础设施 再花70天给我们加16缸 哎真的服了 因为这个政治线基本点的都没用 所以我们不是很着急啊 可以先把这个军工点出来 这个整条线唯一有用的就是拿这两个军工了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这个军工直接翻倍啊 毕竟只有一个军工 再往下点总共能拿到四个军工 还是能很简单造点部队的 这种小国家我们就不搞间谍机构了 纯纯是浪费自己工业啊 随便点两个军工就完事了 关于开局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部队全整合掉 或者全删掉 只剩一个师 然后一个师训练混经验就完事了 后面我们可以考虑搞这个一部师 来扩充我们师的编制 等编制变大之后 再去派志愿军刷一刷经验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英国开局的时候 给我们发这个393的枪 不过很快会取消啊 我们这边把所有部队变成一个编制 然后整编一下吧 整编出来还剩两个师 这个师是残缺的 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还要训练的 我们一个师训练的方法 我之前玩英国的时候教过 他这个陆军经验会在六个月之后 开始达到最大值 然后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变这个部队编制 来额外增加陆军经验了 前期国策点到这个点完就可以不用再点了 主要是为了拿着15点陆军经验啊 这样我们能把这个编制改大一点 因为我也讲过这个一师训练的话 我们编制越大这个经验越多啊 所以最快速度把这个部队经验至少改到42宽吧 够我们用为止 关于这个国策点不点其实都一样 他只给我们加了一个军工一个民工 但是却要我们打内战啊 这个反而还亏了 耽误了我们这个发展时间 就算我们打赢的内战 后面送的东西也是基本上等于零啊 所以点这个国策线纯粹是浪费时间 不如现在直接不点 我们去点右边的工业线 这个军工还拿的快一点 总觉得这个批设挺好玩的 他在这个部队的番号里面明明有这种旅集编制 为什么不专门搞一个出来呢 我们这边还是选步兵部队的番号好了 随着我们这一个步兵师的编制越变越大 我们获得的最大经验值也是在上涨的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训练 每天获得0.1的经验值了 这个操作 我之前在英国的海军陆战队那个教程里面讲过 大家如果不懂的也可以去复习一下 虽然这个钢铁工业能给我们加16点的钢 但我还是改成了这个自由贸易啊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这个加了也是白加的 这个高射炮研究好之后 可以赶紧研究一下这个底盘啊 他这个翻译明显出错了 这明明是38年 令人惊讶的是南非竟然一个国策送两张核科技卡 我不知道他这个核弹研究出来了 我们这个原子能放在哪啊 这边都点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考虑点一下这个南非优先了 也可以考虑具体把下面这个科研槽开了 这个5%的消费品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啊 感觉南非这个军工数量还是够我们出这个防空的 所以直接给他造起来 好这个南非优先点完之后 我们就彻底独立了 也离开了这个同盟国 但是现在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啊 我们就点一个人民的国王吧 这个能给我们加5%的稳定度 不过先把这个科研槽开了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民主主义 但是我们国内的颜色早就变了 他这个一直在报事件给我们加支持度 导致我们独立之后可以直接举行全民公投了 这样就直接变完了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跟这个周英国要军通了 但是没必要 主要问题还是这个战争支持度没有提上来 导致我们没办法直接开这个战时经济啊 开了一个顾问之后 我们能开部分动员呢 先开个部分动员吧 反正我们这个政治点也花不掉 这个爱德华巴士也太拉了 就给我们加了2%的组织度啊 这加了跟没加一样 反正有总比没有好吧 我们现在不着急点其他国策了 这边把这个陆军学说稍微点一下 到了这个39年我们就不用训练了 可以开始大规模报部队了 如果我们这个部队数量增加的话 我们这个一时训练的这个效果就没了 所以直接开始做部队了 因为比较穷我们就不做特别花的部队了 就做这种简单的七步二炮一中防空就可以了 后续如果有这个支援装备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铲子给他补上 目前我们这个人力居然只够拉12个师 赶紧改个广泛征兵 南非比较可惜的是就只有一个将 虽然这个将也还行 但是没办法练将了 所以我们就不练了 直接点个政治忠诚好了 这边随便晋升了一个将领出来 我们直接让他当这个元帅好 至少能给我们拉一点这个buff 这个将军他先当将军吧 我这边都忘了给他多加一攻了 现在加也来得及 这个热度终于足够高到我们能要求加入阵营了 我们这边直接要求加入一下 然后把这24个师全部拉到前线去 我们准备开始突击 这边谁说的话全点决战也可以 我觉得AI应该没有这么多间谍来压我们计划值的 一般我们还是选择点这个优火 如果缺补给也可以点这个人海 目前英国的部队全在被这个意大利的部队牵制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走了个空门 这边再正当化一下这个葡萄牙 打完英国就立刻把这个葡萄牙也给收下来 这个英国还是很快做火车过来帮我们拦住了 不过我们的最初目的已经达成了 获得了这个罗德西亚加这个被砖纳蓝 这两块地到手之后 我们就只剩下右边的这三块地了 我是没想到我们这个战争支持度 居然需要靠进口同盟国宣传电影来拉 反正这边也不准备和这个英国在这个烂地里面拉扯 我们抢到足够多的地就可以停手了 接下来把所有部队全部用来打葡萄牙即可 在这个非洲拉扯没有意思啊 我们把这个葡萄牙拿下之后 把所有部队全调到这个欧洲去就行了 我们这边直接顺战即可 最快速度拿下这个右边的葡萄牙领地 左边不用管 毕竟我们拿了也不能正当化 反倒浪费我们的这个部队 好 到这边我们就看到了 就算完成了这个再造金巴布为帝国啊 选择一下就可以获得核心了 然后我们这个颜色就变得和这个比利时一样了 可惜的是这几块地并没有什么我们要的资源和这个工厂啊 所以占了等于白占 基本上是血亏的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打的话 就是去欧洲 打一下这个英国本岛啊 我们直接变这个散兵师去跳伞去了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事件啊 因为我们这个散兵还没有研究好 所以现在只能等着 早知道要跳伞英国的话 我们早点做就好 花了点时间总算把我们部队全运过来了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运输船实在太少了 我们变了一个散兵师 看看能不能跳成功啊 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滞空 目前是没有滞空的 好现在有滞空了 直接就跳过来了 那我们就直接上岸成功了 所有部队直接去这个捕死猫私好了 我来看吧 我来看门 好 好 好 我来看玩了 好 我来看玩去 我来看玩了 就是出 Portion 还没有人来看玩了 我来看玩了 还是 我来看玩了 你是 更人来看玩了 我来看玩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打到这边我们就把这个英国拿下了 这个版本我也懒得刷分了 英国家里面除了守这个港口的部队啊 基本上是没有部队了 他这个所有部队全部在这个南非和我们拉扯 这个时间点其实吃地也不是很重要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核心地权吃下来就行 最重要的是吃这个船啊 我们有了船之后就天下无敌了 到处都可以打了 不过这个国家终究还是人力比较少啊 我们应该傀儡一个人力比较多的国家 然后开始拉部队 反正后续发展思路大概就这样 因为这个粉丝只想看我成立这个大津巴布为帝国啊 所以我们打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下车就会打到这边